啊 这个小人 他也厉害 学习和恶贤 同样对外 大家好 我是林远山 欢迎收看远观书场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视频 是在美中关系恶化的背景下 中国安徽一名教师 疑似发表所谓 重阳被外的言论 被学生抢卖哄下讲台 遭到听课 事情是这样的 2月18号的下午 合肥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副教授陈鸿友 前往卢江中学 发表感恩主题演讲 陈鸿友在演讲中 说自己的儿子 在美国留学后 找到了美国女朋友 已经成为了人上人了 这些内容 另一名学生上台反驳 该生从陈鸿友手中抢卖 斥责他眼中只有钱 从阳被外 结果是老师停课 回家反省 接受审查 不得不说 现在的小粉红小战狼 呈现出低令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式的战狼 后继有人 下面我们再来看 2月20号 山东省副部级高官 人大常委前副主任 江新奇背叛无期徒刑 即被指控受贿 超过1.55亿元人民币 据报 张新奇一案 深涉江派明天系 曾收受明天系的巨额贿赂 从内蒙古起家的明天系 在十多年里 急速扩张成 体量庞大的金融巨额 之所以他能够如此迅速的野蛮生长 机密诀正是 拉拢中共高官和工作人员 其中张新奇便是其中之一 你应该说 权权交易从来都是社会主义的中共特色 而比权权交易 更有中共特色的是权色交易 2月17号 云南省纪委监察网站 通报了80后政庭级干部段颖 被双开的消息 通报说他大搞权权交易和权色交易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承担工程项目非法收受财务 并与多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1982年出生的段颖 原人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 局长贵州新任人姨祖 年仅41岁的他就位高权重 曾是中国最年轻的政听级官员 看似前途无量的他 如今却惨遭双开 好 我们就来看看网上流出的一段段颖 他自己写的回国书 很能说明问题 回国书是这么写的 大家好 我叫段颖 曾经是全国最年轻的厅级干部 随着职位的上升 我逐渐迷失了自己 开始堕落 为了权力 我甘愿出卖色相 成了一名交际花 当然我也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权利 在一个看似偶然 实则必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县委王书记 我含穷默默的对着王书记 焉然一笑 王书记立马就心知肚明 我就在半推半就之下 跟了王书记 这就是我迈出的第一步 我成了王书记的助理 这助理啊 虽说没有权力 但还是被很多人 阿谀奉承 处处巴结我 我也明白 这些人对我好 来自于王书记 当了县长 我才发现 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 求我办事的人滔滔不绝 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一辈子吃喝不愁 我随意的一句话 第二天就有人替我办了 这就是权力 给我带来的好处 我越陷越深 我选择交往的男人 都是对我事业 有帮助的男人 一般的男人 我根本就看不上 2020年1月 我出任云南省 投资促进局 党组书记 兼局长一职 主要负责招商引资 但也就是这一年 我的老领导王书记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主动投案了 自打那以后 我内心就没有踏实过 因为我害怕影响到我 我也四处求人 可是那些和我上床的男人 一个个像温身一样的躲着我 曾经在床上花言巧语 给我承诺的男人 如今穿上裤子 就装作不认识我了 组织找到我的那一刻 我知道我完了 也完全相信了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句话 身陷牢狱 我才知道 靠美色获取权力 最终会害了自己 事实上 这已经是2022年至今 中国爆出的第四起 女官员丑闻了 去年11月 安徽省青年企业家协会 副秘书长吴芳元 自曝与11位男性发生关系后 遭到停职调查 今年1月 江苏扬州市广陵区 商务局副局长戴璐 因外遇遭到免职 同月 成都市城华区副局长 陈书也因为与南下属 路股聊天截图被外泄 遭到开除 这四人被中国网友 戏称为是中国官场 四大美女 都是中共官场上的年轻美女 又都是靠睡出来的官场仕途 很具有中共特色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另一位王书记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三朝元老 王沪宁 2月10号下午 中共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台湾国民党副主席夏理言 在两岸关系紧张之际 王沪宁对台湾喊话 要台湾民众赴大陆发展 参与到所谓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来 对此定居台湾的作家汪浩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王沪宁提出的所谓新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就是中共并吞台湾的方略 夏理言此时和王沪宁谈九二共识 就是同渣男谈婚嫁 对国民党是饮阵止渴 对台湾是有百汉而无一利 他直言 王沪宁不仅在个人婚姻方面是个渣男 在政治上也是个渣男 王沪宁官越做越大 老婆越换越年轻 是个典型的渣男 好 我们就来看看 现年67岁的王沪宁 前后经历了四次婚姻 哪四次呢 第一次结婚是在文革期间 外界至今还不知道他第一任妻子的名字 第二任妻子呢 是王沪宁在上海复旦大学时的同学叫周琦 1995年 王沪宁被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提拔进入中南海之后的不久 变通周琦秘密离婚了 第三任妻子肖嘉玲 是王沪宁搞出来的师生恋 小王沪宁12岁 是王在复旦大学的学生 你看上一任还是同学 这下一任就变成了学生 但是他还嫌不够啊 始乱终气 又娶了第四任老婆 这次更是比王沪宁小了整整30岁 名字至今保密 据称原是中央警卫局服务员 王沪宁任政治局委员后 于2014年的5月份秘密结婚 你说 咋不咋 那为什么说 王沪宁不仅是夫妻关系的渣男 也是个官场上的政治渣男呢 王沪补充说 三星家奴王沪宁 作为中共政治大脑 最早获得了改革派人物赵紫阳的欣赏 继而受贪腐之国的江泽民所重用 再又获得了胡锦涛受编 时至今日 王又获得了习近平的赏识 其逢迎变色之术 在中共历史上当无第二任 大家都还记得 2022年10月22号 在二十大闭幕时上 胡锦涛被人强行带立会场 引发了国际舆论的关注 据媒体拍到的视频显示 在胡被带走时 坐在胡左手边的栗战书 一度试图搀扶他 但被王沪宁阻止 王浩志则说 对待重用提拔过自己的老领导 王沪宁忘恩负义 莫子为甚 《易经亚洲评论》 1月26号透露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让王沪宁制定统一台湾的新战略 以代替已经走入死胡同的 一国两制方案 大家都看到了 一国两制已经破产 中共葬送了香港 给台湾人民上了活生生的一课 这就是中共鼓吹的 一国两制的真面目 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台湾问题 习近平束手无策 只好找王沪宁来顶党 当然了 王沪宁也只能是闭门造车 习近平找王沪宁救驾 是枉费心计 在活生生的现实下 再高明的谎言也不管用 是些好玩 夏立言搭击反台 台湾激进党主席王兴焕等 前往桃园机场抗议 高呼国民党不倒 台湾就不保 卖台欧戏出戏集 谢时谢重夏立言等口号 向国民党及夏立言表达抗议 王兴焕表示 夏立言这次再度访中 见到王沪宁宋涛等统战高官 比去年8月访中问题更严重 因为这表示中共对台统战工作 已经升级 对世界所传递的讯息 严重性更甚以往 他说 一旦让国民党取得中央执政权 就会让台湾成为世界孤儿 好的 今天的远观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听远山讲故事 就请您动动手指 点个赞 留个言 转发给您的朋友吧 咱们下期再会 字幕志愿者 É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